作词 李宗盛 要对你表白 你说胜过像我少的才有幸福感 你说我总把一切苦难一人承担 你说我面对所有困难那样勇敢 或是人生短暂 要我陪你去看 翻越最高的山 别问我敢不敢 这些年走过来别问问难不难 你牵着我的手一起的下一站 我只想对你说 有你喜爱 他还年轻 以后呢 艺术到来还尝着呢 有的是机会 团长 您说这有机会我怎么听得像没机会 是不是朵朵以后没机会了 大宝 不就实话跟你说吧 本来吧 我是好心好意地给他一个闭脚的机会 想让他呀 往A脚上冲一冲 可没想到吧 是这个结果 是 这事难为您了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补救的办法呀 团长 艺术这个东西呀 它是平等的 是公平的 它就好坏你就摆在这儿是不是 它没有情面可讲的 看来呀 这朵朵还得需要好好地磨练磨练 咱们这回呀是太着急了 早知道这样 我应该把他送到天津去学习学习 天津 为什么去天津啊 这个梁山博宇助云台这台舞剧呀 是天津歌舞剧院先拍 他们的陈导演那是特别的棒 可惜呀 现在离演出就一周了 这时间来不及了 你看 这还挺快啊 那北京离天津就是近 等咱走的时候也买点麻花 带我 累不累 前面 过了这个圈外场 往左一转咱们就到了 没多远了 走得对吗 对 我都问过了 别走错了人还得重新找 好 歇会 罗大宝 歇会 累了 那我给你买点水去 不渴 我这一直琢磨着你说 你这也不上班就陪我来天津能行吗 行 我都请假了 你可不知道 你可不知道 费了好多口舌 我们车前主任才点个价 你说这个 不到一个星期了 来得及吗 来得及 你本身就有做女主角的潜质 就差高人给你点火点火 人家话不说了吗 临时报佛脚 死马当成活马 谁死马呀 你是千里马 那千里马也得需要高人给点火 我对你有信心 那行 那咱就试试啊 要不先咱俩买上回去 行 一定行 走吧 前面就到了 走 你瞧瞧 看人家这大门多气洛 这都是搞艺术的 快走走走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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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找谁啊 师傅 我们来找一下咱们歌舞团的陈导演 陈导演 陈导演 哪一陈导演 就是排那个 是 梁山博与朱英台的那个陈导演 你们拆 我们是这样 这是我媳妇 也是跳舞的 我们从北京过来的 想找陈导演给我们再指导指导 有介绍信吗 介绍信 我们来得太急 我们没开 对 那我也找不到 没介绍信找不到 那您这 您这有电话吗 陈导演电话后是多少 我们给他打一电话 对对对对 电话给我们也行 那我可不能告你 那我哪能告你啊 那 那他住哪 我们登门拜访一下 您把地址告诉我们 电话我都不告你 假我更不能告你了 要不这样吧 我回头看你陈导演 我跟他说一声 你们二位就想回去吧 不是 您再帮我们审训办法吧 不是 想回去吧 好吧 我们大老 陈导演 陈导演 谁找我啊 就这俩人所找您 我没赶让进去 您是陈导演吗 怎么了 您是那个梁山博与 助用台的那个陈导演 有什么事啊 不是 陈导演您好 我是是工人歌舞团的张罗朵 我们团现在正在排梁柱呢 我们周文团长说 您是梁柱的首排 特别有经验 所以我专程跑过来 想请您帮我指点指点 是这样啊 是周文团长说的我 对对对 那好吧 明天早上八点 我们准时来 你直接到团里来找我吧 答应我了 明天你就来吧 行 您放心吧 明日早八点我们准时来 你就别来了 那我先走了 您慢走 慢走 谢谢陈导演 我明天一定准时来 傅奶奶 是不是又找那钱呢 这钱都丢了那么些日子都找不着 我估计是找不着了 咱们就当破财免灾了 别往心里去了 一千块钱 你说什么破财免灾 那简直就是倾家荡产 知道吗 我简直是黄鼠狼烧口 爪肝毛尽了我 您说这么些日子呢 您这一天老是心事重重的 是吧 我都怕您憋出病来 你胖我好点成吗 你看 这闲活又往我身上撒呢 我 我不往你身上撒 我往谁身上撒 我告诉你 要不是你呀 偷了我那六百块钱 我真的是不可能 偷偷摸摸的把这钱 埋在那个柿子树底下去 那是我偷的吗 那不是给大雅了吗 怎么又赖我呀 我不赖你赖谁呀 反正丢钱这个事 是离不开咱们家这几口人 知道吗 甭管是谁 甭管是谁偷的 都是你生的 姑奶奶 您觉得您说这句话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 大宝三宝 大雅小雅 那是我生的 爷儿宝呢 你给我打住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你 那不是您提的 我告诉你 谁偷的我心里有数 你小心我拿到证据 谁偷的 我现在不告你 还敢不告白天呢 你没想到来天津找导演 这事这么顺利呀 你可我说什么来着 你得对自己有信心 是吧 你看老天爷都帮咱们 那咱现在干什么去啊 我是这么想的 咱们俩都来天津了 要不然去看看大雅吧 我不去了 你去吧 你这当哥的来趟天津 还真得看一眼妹妹 你去吧 你为什么不去啊 大雅之前 不一直对我挺有成见的吗 我怕我这一去她再不高兴 我就在这桌边转转 然后咱俩找一个地方集合 我就等你 你去 那你就更应该去 都到了天津了 人大雅知道了 说这嫂子怎么也不过来看看 说不定你一去啊 这大雅一高兴 你们俩以前的误会就解除了 这是人家那喘喘的宿舍啊 你瞧人这怎么多宽舍啊 嗯 躲得你看这三明几年这是 这也看不清啊 你瞧瞧试试吧 你先瞧这 你先瞧这 你瞧瞧瞧 嗯 我瞧瞧瞧 你瞧瞧瞧瞧 我瞧瞧瞧瞧 你瞧瞧瞧瞧瞧 这 这是不是做梦的 这 这 咱家在这边 走走走走 进屋里 买菜去了 好 买菜 来 来 快进屋里来吧 大雅 大雅 哎呦 黄蕾 这房子不错啊 这还行 这老房子 这原来是单身宿舍 就是大 这不结婚了吗 简单收拾一下 大雅 大雅 你快点看看谁来了 哥 哎 那那个 大哥 你跟嫂子这是出差啊 你嫂子上天津歌舞团 搬点业务 业 在这儿还有业务呢 就是业务交流 业务学习什么的 业务 住几天呢 三四天 也有可能四五天 最多一个礼拜吧 你越多越好 等你们忙完这任 我跟大雅 带你们到天津转去 住哪啊 还没住呢 这不刚跟人家老师 接上头吗 嗯 我这惦记大雅 然后你嫂子也说说呢 就赶紧过来看看 我们俩就过来 嗯 那大雅 你你 你别愣着呀 你给哥哥跟嫂子倒点水喝 别忙活了 大雅 别弄了别弄 你不是没事 这都自己家 哎 你俩那喜事办没办啊 办几桌啊 办了 就在我们那个海员俱乐部 不 办多少桌来着 十二桌 这 十二桌 就当时我那个船上的同事 还有那个我家里的一些亲戚 都来了 挺热闹 嗯 你先喝水了 那嫂子 那你怎么没告诉咱家人啊 那个 这事吧 我跟大雅也也提了 但大雅说咱家离得太远了 就是这挺麻烦 然后就 就没没说 嗯 也是 咱家离得是有点远 是是是 那姑奶奶和妈惦记呢 说你们结婚以后 可能三天以后要回门 一直等着你们 那天我都下班回来了 看这二老还在门口等着呢 我说别等了 这姑奶奶还一直念叨这事 大哥呀 就这事吧 这可怨不了我们家大雅 你这事怨我 就当天结婚这一高兴 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这肚子就吃 吃的这闹肚子 闹了三天 这三天没起来床了 你看我是不是有点瘦了 好像有点 有点不太明显 很明显 不是 你这么着 你们你们聊着 我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找大楼院来的 大雅你跟哥嫂子聊 好 哥都看你瘦了 戴安 你那头发真好看 烫了吧 烫了 小时候不这样 烫了 大佑 看看 你嫂子给你买的 道向村的点心 都是你小时候爱吃的 毛铃 毛铃 那个 不用做的那么复杂 简单点就行 没事 嫂子 这家里来人的 怎么不得私菜一汤呢 没事 你们聊你们的 行 走 毛铃 你买鱼了 你会不会坐松鼠鱼 会啊 你坐着松鼠鱼 大雅爱吃 行 那你过去聊天去 行 好 哎 哥 嫂子 你看咱别干坐着呀 来 多多块 别客气 大雅 跟嫂子碰一个 来 大哥 来 欢迎来到天津 你说这还特意看看我俩 不应该 不应该 大雅 你尝尝这鱼 这咱大哥点的 让我特意做的 你尝一尝 都块呀 你看咱别客气 都到自己家来 咋的 毛铃 你知道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吗 小的时候我们家那肉票啊 买回来的肉 根本就不够吃 我妈呢就跟我说 大宝啊 你去 想想办法 上岛儿钓几条鱼回来 给弟弟妹妹改善改善 我叫几个工友啊 我们就跑水库去了 你还真别说 那水库里的鱼啊 还真不少 钓回来几条大鱼回来 回来以后 咱妈就给我们按着饭馆 那个松鼠鱼的做法 给我们做的松鼠鱼吃 喝 这做完了以后 大雅最爱吃 后来就 没事就问我 说 哥呀 你去水库再钓几条鱼回来吧 让咱妈再做松鼠鱼 我去了好爱 去了那水库啊 让人给拦上了 不让你钓鱼了 还有这段呢 还有这段呢 我说今天咱让我做这个呢 是啊 大雅那时候不仅爱吃松鼠鱼 还爱提问题呢 还问我呢 是吧 哥 你说 这不是鱼吗 为什么叫松鼠鱼啊 它跟松鼠有什么关系啊 这一问给我还问猛着呢 我到现在我都没琢磨明白 你说这鱼为什么叫松鼠鱼 它跟松鼠有什么关系 毛刘 你是大厨 你给说说 它为什么叫松鼠鱼 我也不知道 管他为什么咱是好吃的就行呗 来 吃饭吃饭 大雅牛吃的 你知道吗 我们在那边吃 来 哥哥 我给你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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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松鼠 松鼠 怎么了 怎么 你出外了 怎么了 哥 我想咱妈了 我走的时候妈还没起 我想回去看妈 你这大肠腿一不烦我俩过来 我不追着你 这都不夹了 真漂亮 哎呦 这是谁啊 哎呦 这谁啊 哎呦 十二 大雅 可不 真漂亮啊 真是 那个 这是我们家毛链 你好 你好 大妈 太远 那你们先回去啊 好好好 走了大妈啊 好好好 走了大妈啊 好好好 好漂亮 好漂亮啊 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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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闺女回来了 大爷啊 毛链回来了 我妈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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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闺女回来了 哎呦 想我了是吧 想你了 我说我一往知道抱你了 我知道抱你姑奶奶 姑奶奶 姑奶奶 毛驴儿想你了 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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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抱我 俩抱你 这回不争了吧 哎呦 宝瑞 哎呦 张婶儿想让你抱抱我呢 小婶儿呢 哎呦 小婶儿呢 小婶儿 哪儿都有你 你什么时候又窜上来了 我一听大眼回来了 我蹭我就窜上来了 今晚上过来 一块儿吃饭啊 行 行 我做点菜 嗯 哎 毛驴子 哎 张婶儿 晚上跟张婶儿喝两杯 没问题 张婶儿 只要你不追我 怎么都成 哎你看 你怎么能跟你audy 上婶儿去开这种玩笑呢 快进来进去吧 里不los 来啊 快哎 快来快来 进来 挺好的挺好的 你们挺好的 坐 Arab 你好 你个小没良心的 说走就走啊 连个照顾都不大呀 嗯 你知道吗 你走了以后 我跟你妈妈 看你那封信都受不了 知道吗 你妈妈掉了多少瘾了呀 我让你大哥骑自行车 上车站追你去 都没追着 说实在的 妈那时候有心呢 买一张火车票 就上天津找你去 妈 那些日子真是的 老做梦老做梦 竟是做你的梦 而且还做你小时候的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吗 你简直就是姑奶奶的 哥皮虫 走到哪儿跟哪儿 就是 不跟着还不高兴呢 你想吃什么吧 用什么静可量的 就满足你 我就看见人家那孩子 都穿着那花裙子 特好看 我就把那样子拿回来 给你妈妈 我就给你做 就这缝纫机做的 做了多少条小区呢 现在我都给他买 这都现成的 都从国外带回来 你这不是有钱了吗 是不是 我那时候是没钱的 所以呢自个做 把他打扮得像个小蝴蝶似的 现在我给打扮得 跟大蝴蝶似的 你瞧瞧 多福气呀 姑奶奶 我全都记得了 记着就好 话说呢 你爸爸呀 去世早 你们这几个孩子 都受委屈了 没有 一点都不委屈 还没有呢 尤其是你大哥和你呀 你说这学也不上了 辍学了 就为了这个家不是吗 在外头呢 没挣多少 可是呢 给家里头倒不少 你说买米买面吧 是不是洗洗涮涮吧 有的说家里头 有男孩子干的活 我们大雅都帮着干 大雅 知道你走了以后 姑奶奶才知道 你在我们老李家是多重要 你跟你哥一样啊 是老李家的顶梁重 对 现在是不是也顶我家梁呢 姑奶奶 您真这么想啊 我有一句谎话 我都是天打五雷轰 别别别 您可别那么说 不过啊 有一件事咱们说开 说开就是了 你不是埋怨我 不该收这毛驴的那彩礼费吗 姑奶奶 这钱该收得收 你让我说清楚啊 不收也不成啊 是不是 我怎么打点这张朵朵呀 是不是 现在 你看你是四千 那张朵朵是两千 你是一个顶俩呀 姑奶奶 您可别说这些了 你快让你姑奶奶说吧 不说她都憋出病了 说起这四千 顶大雄了 你说给咱们老李家 解决了多大的问题呀 真的 在我们老李家的这个功劳簿上 姑奶奶我 给你们俩 画上一笔 是老李家的有功之臣 你如今嫁给她了 你如今嫁给她了 到了天津了 就像那招军出赛 没两眼 大雅你还成历史人物呢 妈 这姑奶奶家是怎么了 你说姑奶奶就是怎么了 姑奶高兴 姑奶奶想你了 嗯 嗯 嫂子 你进去看看 你看看他们家 挺好的 我觉得咱俩就这么住人家了 不合适吧 没事 人跑里走的时候不说了吗 让咱俩就踏踏实实的住 人大雅把床单备照 都给咱们换新哪 那我也觉得不太好 行了 你就别见话呀 你看看这船啊 坐得跟真的似的 哎呀 你别乱动人家东西 这是谁家呀 这不自己妹妹家吗 朵朵 你看毛泪家这家具啊 真养型啊 嗯 八成都是这些药 从国外给弄过来的 这沙发也挺好的 是 来 进来 别搁这儿 别搁这儿 屋里去 搁屋里 来 来 帮帮 搁那床底下 我说怎么不拦死你啊 我说怎么不拦死你啊 让我们俩拿大的 你自然拿小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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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哥们啊 就是 改天我请吃饭 行了吧 又欠一顿饭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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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行 走了 慢点啊 好 拜拜 行 行 姐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啊 瞧这脚头发弄的 别动我头发 二宝 挺有钱啊 还请客吃饭呢 都是哥们 天经过得怎么样啊 哎呀 过得特别好 我把手放下去啊 没大没小 你是跟毛驴一块回来的啊 还是自己偷偷摸摸 流窜回来的啊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姐夫在厨房做饭呢 没听见事啊 姐夫来了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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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家捣腾什么呢 某进的货 什么货呀 发财的货 你这面擀得还真不错啊 这你这面擀得还真不错啊 嗯嗯 你盒子就行了 来 很好吃啊 你这卤子也不错啊 那以后我就多做 今儿啊 是个大喜的日子 我呢 代表全家 祝福你们俩 毛驴 大雅 幸福美满 白头偕老 还有什么 早生贵子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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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得嘞 哎呦 哎呦 来 再接着吃啊 这面真不错 好 来 来 für policy吧 堂上 来来来 吃点菜 猛驴吃菜啊 我吃呢嘛 姑奶奶 好 妈 我这当初啊 要不是为赌气 也不会跟毛驴去淅打 但是现在发现呢 这口气堵对了 这毛驴啊 对我是真好 还在努力 给你倒上啊 来 这杯酒呢 我就先敬姑奶奶您 对 祝您老啊 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 真嘞 也敬弟弟妹妹们 姐这嫁得远了 以后的日子啊 就得靠你们替我竞销 你甭说这些 什么话 这远什么远 一点都不远 最后呢 我敬咱妈 咱妈含辛茹苦的 把我们带大 这伺候老的 照顾小的 您哪最不容易 妈我敬您 你怎么把我还落下来 对对对 妈您辛苦 好嘞 奶奶 我们大爷啊 真是懂事了 长大了 咱们俩以后 要把日子给过好了 过得红红火火的 行不行 那必须的 然后咱们过得 红红火火的 咱孝敬姑奶奶 孝敬妈 对 孝敬二老 好 来 交杯交杯 交杯酒 交杯酒交杯 来 一天不好好学洗 这知道的怪多的 好好好 好 好 来 来 趁着再洗净劲 我再宣布一个事 怎么样 什么事啊 从今天起 我正式 投身伤害 从今以后 我就是闯荡江湖做买卖了 这个挺好吃 挣钱 二宝 我劝你啊 还是找一个汉浪保收的单位 那比那个闯荡的江湖强多了 妈 你看我不也一直在外面闯着 挺好的 姐夫了解我 妈 我的脾气您不知道 我这辈子就是倒腾的命 今天 刚进了一批运动铺 好 待会儿我吃完饭啊 一人我送一条 就当开业大吉了 行 就当给咱俩随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谁要是愿意给钱呢 我也不拦着 不可能他做买卖 二宝 啊 做买卖 那钱从哪儿来啊 对 哪 哪儿来 借的呗 那你借了 还还不还人家 还啊 还得起吗 嗯 能还怎么还不了 挣了钱就还 没事 你要有什么难处 你就跟姐夫说 我有姐夫差 真是哪里能的 要叫我说啊你啊 干脆找一个本分的工作去做 是吧 保险 咱们老李家 世世代代都是小市民 为什么呀 嗯 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没出过一个 敢闯敢干的 我得做这开天批地的第一人啊 在我手里 实现老李家的伟大复兴 什么词这你这 这词也忒大了 而且还不通顺 完全不通 就你俩文化是不是 我再重申一遍啊 这个家以后啊 说不定就得靠我了 您别站错队 行了行了 别说你们的事了 今天我说一件事啊 你大姐走的时候呢 家里给了六百块钱 作为她的那个 赔价 可是你姐走了呢 把钱就给放下了 没拿走 今天你姐跟姐夫都回来了 是吧 这个钱呢 一直在我那儿 今天呢 还给你姐姐 妈 妈 这钱我们不能要 我们都有钱妈 对对对 不要 该谁的就是谁的 妈真不要 得了得了 妈不用 行了 给你们就收着 吃面 来 接着吃面 以后就收了 行了 行了 我的钱呢 我这六百块钱呢 我给我枕头里头了 怎么就丢了 谁看见了 谁拿了 我要去订阅 这些东西 我记得到 那些东西 我记得一下 你见面 我记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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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Luis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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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